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假期充足,网速满格 在这万事俱备的日子里 我们迎来了江湖说新一期的 影视幕后揭秘节目《宠爱》 这是一个笑点与泪点齐飞 温情共感动一色的 大型智慧系宠物电影 接下来,让我们怀着万分期待的心情 抬眼看向迎面走来的 四位非人类表演者 了解专属于他们的幕后小故事 首先入场的,乃是剧组 跑遍全青岛的养猪场 才寻得的小乳猪 从他弹跳自如,身形蠢萌 但不用肿的条件来看 果真是从近千只小猪中 海选出来的佼佼者 而为了匹配他的身段 剧组更是邀请到好莱坞动作训练师 提前三个月进行贴身照顾 每天,训练师都得坐在猪圈里 抱着他和过往的行人交朋友 顺便模拟演练电影中的相关剧情 然而,如此养尊处优的他 还是在和女主人杨子珊搭戏时 因极度其美貌 用自己的小胖子爪 狠狠地踩了人家胳膊一下 其诸品究竟如何 还请各位评委自行斟酌 紧跟其后走过来的 是被派去担任爱情信物的小猫 七二六 为了给其主人弹剑刺和看青子 牵线搭桥 剧组找了三十几只小猫 并将他们诞成严格控制在规定预期内 才定下来其中来自上海区的 三只优胜选手参与拍摄 而在这整个过程中 连花纹都几乎一模一样的选手们 经常会因为工作人员的脸盲 发生食物纠纷 不过猫多力量大 相信他们在这次的秀场中 定能取得好成绩 下面进场的是陪伴女神 钟楚希长大的狗狗豪七 为了克制她的自来熟性格 导演组不得不颁发律令 除了钟楚希以及迫弃想成为她的第二位主人 但总是被无情叼走的陈伟庭外 禁止现场其他人员与其进行互动 如此一来 才使得热情似火的豪七将感情收敛起来 景和与她搭戏的两位演员拉近了关系 虽然前三位表演者各具特色 但属风流动物还得看金招 让我们将镜头摇向某小区内的这只流浪狗 可悲小看她不修蝙蝠脏机兮 为了带她脱离苦海 剧组可是出动了全部人马 号召了一众运动剑儿围追堵截 用事整整两天才达到目的 不仅如此 在控制小区过往人流 阻挡大量狂热围观粉丝 保护拍摄现场小小落落每一道关卡方面 同样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真可谓是小小狗儿大大能量啊 时间过得真快 眨眼间这期幕后故事大比拼 就要落下帷幕了 下面有请各位看官 在留言区打分评价 我们下期